解決香港的經濟問題 金融上很多事情是無法做的 大家要看一下 早前這個報道很重要 立法會裡面爭論這件事 其實已經感受到現在香港的 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困境 這個是光傳媒做的報道 兩個人 一個是陳健波,一個是黃英豪 他們的觀點 代表著兩個不同的價值 但這種說法 其實是想幫香港解困的 第一 他現在覺得 新股上市那些 多數都插水 你昨天說了 那隻叫什麼名字 天碎水泥 天碎水泥插九成 臨收市之前插 這次講完那次插九成 證監是沒有去調查的 當沒事發生的 你在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你不會想像到會這樣發生的 這就已經插水了 你真是當股門是水 哪有人來投票 哪有人來買股票 一個就是說 你叫港府 你叫金管港 自己用基金來買 這個是九不達八的 九不達八的意思就是 你的基金是拿來頂著港匯 專款專用 專款專用 講明你都不明白 也有些聲音就是 就是說你現在在香港上市 很困難 那個何慶康說 上市審批過於嚴謹 你還覺得 好像生意不休做 來上市 你當他審犯那樣審 當你審犯那樣審是應該的 因為我要保障投資者 他現在就覺得 不應該這樣 但是現在是說 審犯那樣審之後 還有天碎水泥事件 你是要解釋的 就是 所以現在 港交所 那個新的CEO 就在講問題 我也知道 不是皇帝女不休假 我已經不是皇帝女了 你看到 黃麵婆已經跟我說 我不是皇帝女 幾有自知之明 但是之後 有一句說話 其實還更重要 還更加重要 就是譬如去年 他做了一些改革 他就是方便那些科技股 來香港上市集資 但是 這個是什麼 是在大陸的庇案 那件事 不是 他就是講那個上市 他現在是 他研究了一種新的做法 就是方便 那些大陸的科技股 來香港上市集資 那樣的 那個叫做 我看看 那個叫做 糟了 找不到 那問題就是 他不是 現在他就說 有些人就覺得 現在你上市 市況不好 不是 就是 簡化這個避案制度 是 現在大陸來香港 集資 是需要 在中國辦理避案 這個是大陸問題 但是他不靜止這個問題 我不知道 我看錯了第二篇文在哪 那 他是關乎到 就是說 怎樣叫做 鼓勵 在大 這個 18C 18C 你說 要 推出 那些 特專科技上市制度 放寬新能源 新物料 半導體 人工智能 在香港的主板上市 但是推出了一年 就是零掛牌 這個18C 就是響應著 習近平的新質生產力 就是幫他的新質生產力 在香港 就籌到資金回來 做大做強的 其實是 但是 現在這個 港交所的主席 就是 那個CEO 就說 喂 18C搞這麼久 都發不出事 沒有人來上市 嗯 就是 他進去這些複雜化 但是有一些 高科技 高端科技行業 最重要的這個說話 可能有些外地投資者 擔心有制裁的風險 這個就是香港的困境問題 最重要的這句說話 其實這篇報道很重要 每個人想的問題 都是想幫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解困 但是 現在的樽頸問題 以前做到 但是現在做不到 因為中美關係差 嗯 你說 18C 去鼓勵那些 新質生產力 尤其是高科技 那些公司 來香港上市 做創新科技 對吧 創新科技 和集資 和做金融中心 這就是 習近平的大灣區規劃 對香港的 嗯 習近平交代下來 香港在大灣區的角色 就是做好創科 和國際金融中心 但是夜而為一 香港怎樣做創科 其實 香港的創科 其實等於在深圳做 根本上面 其實深圳就是做創科的龍頭 香港的角色就是 幫這些創科做好集資 賺水 賺水 但是問題就是說 如果那些投資者是害怕 在香港上市 就會有被制裁的風險 就不用搞了 甚至我們昨天也有說過 耶倫訪華 其中耶倫釋貨的一個訊息 就是叫大陸的金融機構 不可以幫俄羅斯 就是說這一點 其實他就掌握了某些證據 就是在說你大陸的金融界 是有幫俄羅斯賺錢 這是此其一 第二 他說要引救你 就是說你以前 你鋼鐵 就不斷在那裡 就力積他們的產能 然後傾銷全球 我們就不會再讓這件事情 就是重演的 你現在你想搞新質生產力 你現在想以本商人 你想國家補貼他們 就去量產 然後傾銷 是中國國內 你是消化不了這些產能 我知道你下一步想怎樣 你就是想傾銷全球 然後搶別人的就業職位 搶別人的市場 市場 告訴你 不用想 不用指望這樣做 再進一步說的 就是說 當他們做到一定的規模之後 共產黨就減少這個補貼 然後就拿來香港上市 你本身的如意算盤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想 現在就是 你說 香港 你說不想搞好那個 金融嗎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搞不好 因為中美關係差 以往 你說 你在香港上市的就是國企 國企做大之後 你最後又有政策優勢 然後國家補貼 還要拿美國資金 還要集資 所以你是想借美國的投資者 去助長你 去資助你 做大做強 那你紅燦資本那邊 都很坦白地說的 那他以往做的事 就是將 美國裏面最新的東西 copy下來中國那裡 賺錢 那就是找自己的笨賊 那就是找自己的笨賊 你用香港來 找美國人笨賊 以前 對你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不知道 就算了 現在不是了 現在呢 就覺得 喂 可一不可再 你還是想著這一套 你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上 習近平就是這樣 他還妄想 香港可以 發揮到這個所謂大灣區的功能 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但是這個 由設想 都已經是失敗的 你當成美國佬是傻的 如果你在香港繼續想這樣做 就當成美國佬是傻的 那好吧 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 如果你說說是橫觀一點點 為什麼你最後 香港的官員 左又不能搞得 右又不能搞得 金融又不能搞得 因為 如果你搞金融的 因為習老闆 那條計劃就是不合理 不合理的時候 金融不能搞得 那韓運搞不搞得 那大陸不是 大陸那些單是被人抽的 那些出口越來越少 那你香港 即是你說做貨運的 物流的 因為大陸他自己本身 他都不想用你香港的港口 大陸共自己藍沙的 是啊 他自己都不夠生意做 他都不夠生意做 有很多人自己 肥水不流別人田 東南亞就是圍著賭鏈 走去玩 所以其實 你貿易物流 又自己 又沒有主動權 金融上的那條計劃是死的 那是屎的 最後來就剩下 內遊 最後來就是為做而做 那你跟習老闆說 前面那兩條計劃是不行的 會不會聽你說 不行的 最後來 香港的官員 就是悲劇來的 只能假裝做事 就是假裝做事 然後就賴香港那些服務業 做飲食 黑口黑臉 沒禮貌 最後就是賴這個 所以 今時今日 大家不可以 罵那些公務員 或者現在的人 很少罵香港的公務員 大家都很清楚 一件事 不賴做 那你可以怎樣呢 是不是 就是假裝做事 就是假裝做事 天華都說 現在剩下兩個產業 就是國安和維韻 是啊 其實你 我也說 其實心水很清的 現在那個 不是很多人認識他 港交所主席 就是行政總裁陳奕廷 就是這個黃麵婆 其實他心水很清的 我們不是不想別人來上市 我是想的 我批了很多的 但是呢 批了他都不想的 為什麼呢 怕制裁 如果你是生產 那些是怕制裁 第二 香港的市況又不好 市況不好的話 不就是叫我賤賣股份 材料物流 就是那個 是啊 不適合時間 不適合時間 你現在市況不好的話 我還被人低估了股價 就等於叫我賤賣股份 喂 我上市為什麼 骨水 你沒有水 我骨來做什麼 不要搞笑 所以 最後我就說回今天 最重要 就是說道拜王子 道拜王子 今天LinkedIn 那些資料全部消失 他的官網又不見了 現在你搜尋都找不到 你試試按下去 原本他有一個 家族辦公室 他有一個網頁 一按下去就是這樣 網頁 他不是現在不交伺服務費嗎 還是接了 連伺服務費也沒有錢交 有沒有人看過呢 現在信德中心 不是啊 潘長紅 也有留意這件事 他說Wix這件事是年費 年費 自己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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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都不想別人找到 那LinkedIn又沒有了 現在不想賺錢 純粹是 一個社交媒體也找不到 另外 恆大也知道自己服了 他刪除了3月26日 那個新聞稿裏面 關於和李王子簽的 合作備忘錄一時 至於 你送了給他那個 那個博士學位 收不收得回呢 那就沒有交代了 整件事 就等於自己認罪 恆大就 我是恆大 我覺得這樣的公關是最差的 大家都以為 偷偷地刪除所有的東西就算數 你不如公開坦白承認罪 好鬼祟 這件事是學府來的 即使你說排名低也好 私立也好 什麼鬼都好 吳文怨就在那邊玩玩 他說王子現在想專注唱歌事業 如果你想專注唱歌事業 那沒問題的 那你還好 唱好香港故事 那你過來 去紅館開場 是不是 也不用紅館 先說初事提升 去皇后帳廣場 他是男假音 很厲害 整首歌都可以用假音唱 這個叫做中東BGs 對 他的首歌叫 OK 他的偶像是誰 Massaline Dion Maria Carrier 那些網站就進不了 現在找不到 那怎麼辦 沈韻龍現在說什麼 他是不是又生氣了 現在有一個二個生氣 現在病了 有抑鬱了 所以現在連網站在那裡鬥氣 就不讓你進去 其實有人問問沈韻龍 沈韻龍 今天沒有消息 對 找沈韻龍 各個沈韻龍 都不知道王子去了哪裡 那他跑出來 Cosplay王子就可以了 我們都說過 他自己都說是中東王子 他自己都說是中東王子 其實如果你這樣 自己摺了他 就等於自己認了自己是 是老千 是老千 你連說法都沒有 那你怎樣 你不可以從此人間消失 那你就算你唱歌 你會不會唱一番歌呢 如果你因爲一彈 被人說是踏鵬 然後自己摺上網站 連結也不做 那你以後想出來 活動也很難 神奇地 麥爾裔都不知道去哪裡 麥爾裔 還有那個什麼 麥爾裔和程章和 程章和 艾高天 所以王子不見了 就有一些網上作家 北明和高天佑 研究一下什麼 才是真正的王子 北明說 以前是中東王子很威風的 那個就是麗池大酒店 的老闆 創辦人 那這個 這個就免得不說 香港歷史裏面 你說的最厲害的中東人 應該就是律敦寺 你想想 有律敦寺醫院 那高天佑說的王子 就很厲害了 大家真的看到什麼 叫大蛇阿鳥 杜拜王子 這件事出來之後 那些中環口行友 就說中東通街都是王子 但是 王子就是通街都是王子 但是王儲只有一個 那他現在這篇文 就是講王儲 就是講阿布扎比 現在42歲的哈納德 剛剛呢 他就是用600億人民幣 就買了這個萬達商場的六成股權 他就不是直接買的 因為萬達很不行 萬達呢 就在2016年的時候 在港股裡面退市 因為說 港股的市場 就對內房股 就不正確 股值太低 那他就說 如果他轉去上海A股掛牌的話 起碼漲兩三倍 嗯 但是 就一直都上不了 原來大陸 其實你上市 都不是說話 那麼容易上市 不是指下鼻 但是我看你 李老師不是李老師 搜尋一下這個萬達集團 是講阿布扎比王儲接手之後 都仍然是不斷地面對維權的問題 是嗎 但是你有阿布扎比的王儲接手 你起碼 他不會變亞時 他起碼覺得 喂 既然你接了一盤 你就要養住他 你就要穀水 你就要注資 起碼是這樣 你那些盤 如果是爛尾樓的話 你應該填一個藤去 所以你對萬達來說 或者你拿著萬達的盤 那些業主來說 其實反而是一個好事 應該是好事 事源 其實他在大陸一直上不到市 就跟別人對賭 就說 如果他上不到市的話 在A股上不到市的話 他就說賠錢 那些投資者 他都不可以逼死你 因為最後都是攬炒的 所以最後 怎樣呢 回A又無望 又沒有能力回水 理論上 你的投資者可以申請他破產 但是就是攬炒 最後 就有一個 私募界的教父 善偉健 領導的泰文集團 提出緩刑方案 泰文就說 願意向萬達駐水 這次就不是說 財務回報 不是說只是賺錢 我直接要 要你的核心資產 等於全國的六百五百幾萬萬達廣場 五百座萬達廣場 全國 我就是要你給我 那些是核心地段 如果你有搜尋高德地圖 但是 黃健林 沒辦法 城下之盟 你都要簽的 玉徐砧板上 又沒有錢 形勢比人強 所以 你有白武士 有比沒有 好過沒有 好過變 恆大 最後 今年3月31日 其實上星期的事 萬達和泰文 簽署了主權移交協議 六百億就去逆主了 六百億就賣了60%股權 就給泰文 牽頭裏面的財團 直接賣給他 即是 善偉健不是自己賣的 不是自己賣 其實他只不過是 其他人是 其他人是負責 其他人是負責統籌 其他人是警察 最重要就是他後面的財團 而他後面的財團 是誰主張買呢 中信資本就是國企 美國佬 最重要就是這兩個 就是阿布札比投資局和穆巴達拉投資公司 這兩間公司其實都有一個共同的持有人 就是阿布札比的王柱哈納德 這兩間公司其實都是阿聯酋阿布札比的主權基金 也是由哈納德領導 所以如果他們不合格的話就不會買 而這個阿布札比王柱就是這樣的 頗有自信的樣子 不是因為藍高恩唱得好聽而有自信 而他之所以這麼厲害 他在3月的時候被拆封為阿布札比王柱 也是史上阿布札比史上第一個有正式王柱稱號的人 這個不僅是王子那麼簡單 王子通街也是 就是等於我們英國 夠有安德魯王子 你會不會看見他 不要玩了 安德魯王子是什麼 就當你是強姦犯 我們經常說英國尤其是倫敦 是洛蘭貴族的聚居地 一個不要坐在隔壁屋 那個人可能是以前阿富汗的大法官 你不知道的 威廉就不同了 如果你是英國 威廉也是王子 安德魯王子也是王子 兩個人可以比較 但是威廉王子都還沒有叫王柱 雖然大家都知道他一定是王柱 威廉王子成為了Prince of Wales 已經是封號 他就等於威廉王子 就是阿布澤比的威廉王子 這個就是 起碼他就 這個就真的叫王子 但是這件事 你就看到了 真的叫做中東王子 或者中東王柱 真王子 起碼叫做 要不要驚香港 不要玩啊 不用驚香港 如果中東王子要買東西的話 他們要買 我經常都說 中東資金之前最喜歡買的就是 五大聯賽的球隊 例如沙地家族 他本身是英超 已經有兩個球隊 一個是紐卡蘇 一個是石非聯 我不用靠你香港 就直接回大陸買 直接買 就直接找人跟你丟 為什麼要這麼多中間人 為什麼要超級聯繫人 超級聯繫人 要吃勇的 是嗎 我幹嘛要給勇你 這個世界輕直銷 你香港有什麼 你香港如果沒有 一國兩制功能的話 你根本上是浪費 你是左頭左勢 你找到一個人開飯 你又沒有功能 這件事上面 用什麼香港人 香港有什麼角色 沒有的 沒有的 香港一向都不是很擅長賺中東錢 我們經常都說 人家的法規 人家的習慣 人家的理財 特徵 你都掌握不了 真真正正的 伊斯蘭金融中心 一直都在說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新加坡 第二個是馬來西亞 而你說其他地方 黃柱這些 要不就跟以前的俄國游王 一起去英超賺錢 如果遠東的話 他是會